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金丝熊生宝宝的第二天 我们看一看 他刚刚在这里撒了泡尿 他把尿都撒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那个放在厕所呢 他不用了 我们待会拿纸给他吸一吸吧 刚才我看到他的小宝宝 打哈气啊 张了嘴巴是吧 待会他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仔细地拍一下 看多得喝奶 太可爱了 小小的 简直就是mini型的花枝鼠 他的宝宝跟那个花枝鼠的宝宝长得很像 只是体型要小了很多 多没有责任心的一个妈妈 一天到晚就保持这个姿势 除了出来拿点吃的以后 他就回窝里 其他地方哪样不去 就担心人家偷他的宝宝 他这个窝挖得非常深 我们这样子看不到他窝里的宝宝 手伸进去看一下 希望他比较我 你看左边这家呢 都是那种的 我们把这个摄像头伸进去看一下 看都亮了 这是第二天的金丝熊宝宝宝 第三天 第三天有没有长大一点的 你看有几只金丝熊回来了你看 你刚刚放了食物吗 没有 去拿点白菜 我们拿点白菜叶给金丝熊吃 出来找什么呀 敢不敢摸它 我试试看啊 好像也可以 这个金丝熊它自己会不会回窝 我们待会看看 应该没这么傻吧 看他在那干啥 手摸一下你别摇我 我可有点怕 小熊还挺可爱的 来看看他的宝宝 一二三四五六 不好看 都在里面 来吃冰菜叶吧 修车嘛 拖走他也就往窝里跑吧 你手给他 它好像不吃 现在呢 它就要吗 不相信 拿来 扔扔扔 真的吗 我扔在这 扔在这 立马脱走吧 好 那你奇怪了 嗯 我之前 我已经几熊肉与食 我手给他 他不要 放在那 他脱过去 我摸一下 好可爱哦 这个毛摸像 太舒服了 从小没摸过 嗯 对 他好像也能回窝的 还挺聪明的 感觉 我还以为金丝熊不会回窝来 木屑给他 这毛摸上去贼舒服 比花之手 那个毛摸着舒服 就是金丝熊有点凶 我们给他把窝缠一缠 他在这边呢 你看 六弯 我们把这个被尿弄脏的 这个木屑 给清一下 你要不要拿一些干净的木屑 撒到那个药上 把它要吸掉 我还挺乖的 嗯 撒到一个地方啊 对 精彩的 头子有奶 把它包包盖起来 它盖在上面 奶昂不能喂 你盖在那上面 嗯 嗯 这个也倒进去啊 啥的头 拿下油 一下子 不让摸啊 哈哈 把这个餐厅纸塞在甲囊里 你看 牛不牛 看看我们的小熊 表演冬黄绝技 口腔塞纸 哇 他的宝宝露出来了 好像已经变黑了 你们发现 嗯 一天一个样 要长毛咯 对啊 嗯 他老是把这个纸塞在甲囊里 我还能 啊 崽子 拖出来了 会爬回去的 你看 嗯 还挺生生的 这么小 还知道爬 金丝雄可能长毛快点 嗯 我们之前那个金丝雄 他生了 好像一下就长不回来 对 那金丝雄主要没有花枝鼠 生的那么多呀 他的宝宝少的话 可以喝了足够的奶 花枝鼠生的宝宝太多了啊 这个小憨熊是有点憨憨的啊 要不然那个奶膏开下给他的鸡 补充点营养啊 开一罐奶膏 给金丝雄补补身体 这个吃的可能比较馋的 哇 能数得清楚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 有九个吗 嗯 必须 有可能八九个哦 找个机会什么时候把他全抓出来 清点一下 到底几只 看看他把我喝奶 别停了 嗯 嗯 热死了他们 感觉一天到处都在吃啊 他这个妈妈就是在这个窝上会待一整天的 他的宝宝一直吊着他奶头来 硬吃能吃一天的 哇 这个宝宝吊大了 叫声姐姐没有 超级可爱的 他肯定想把这个窝挖的深一点 知道吗 哼 好嘞 可以了 那行吧 今天的更新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明天再见哦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这里是宠真爸 来看一下我们的金丝熊 昨天刚给他们换的土 今天呢 他们都在到处挖洞了 这就是他们的爱好到处打洞了 看看这些洞 这个洞里呢 住的是我们金丝熊的儿子 小虎班 小虎班身强力壮 也是个挖洞的好手 下面这个洞呢 就是他本人的杰作 你看他这连袍带肯的样子是不是很门呢 他正在努力的建设他的地下城堡 迎接他的老婆和孩子 为了住上大别墅 我们的虎班也是拼了 使出了吃奶的劲 拼命的挖 好 看看我们旁边的坚果 坚果这边的土量实在太少 他根本没法往下挖 只能呆呆的看着我 来看看这边 我们的小虎班 终于把他的隧道挖通了 能看到对面的光线 洞穴的上方 他的妈妈金丝熊 正在寻找洞穴的最佳开口位置 他已经变换了很多的洞口 但是都不满意 他左顾右盼 最终呢 选定了在两个小土块之间挖洞口 下面呢 我们就看他挖吧 嗯 我这缸里面被他们挖的到处都是洞 你看看那边还有 挖洞的时候好像是闭着眼睛的 真奇怪 这样能看见吗 来看看我们这边 它在这个地方储藏了食物 这边是骨子 这个是南瓜 藏在这里 这是他们装粮食的仓库 看我们小伙伴 在粮食区吃东西吗 讲解他们大便 能不能卫生点 大便拉在你的这个仓库里 小脑袋看在那里 鼻子上面都是土 太萌了